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七部的节目 最近我在一个我自己都经常去的一个论坛 这个论坛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较为严肃一点的话题 当中有一名印度人就提出一项问题 就是问究竟中国是怎样看印度 是不是觉得中国自古以来就已经看不起印度的呢 这个问题引来大量的回应 不少的回应我都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希望藉着这一节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上编辑部蒸香煲和浪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第一位回答他的网友从他的简介 相信是一名泰籍的华人 他就这样回答 很多人倾向相信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孤立的国家 古代中国被北方的草原和东部的太平洋的地理障碍所束绑着 而在明清时期 闭关锁国的确是事实来的 但是中国并不是所有时间都是这样的 只有当中国自己出现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 中国才会闭关锁国孤立自己 孤立就会滋生无知 无知就会带来傲慢 所以矛盾的就是 当中国皇朝衰弱的时候 对其他地方的文化 那个藐视程度就会较高 其他的文明都是一样的 接着他就这样说 如果中国人认为 印度人在各个皇朝时期都处于劣势 那就错了 以唐代为例 所有皇朝中 最具活力和自信的一个皇朝 如果唐人认为印度人劣等 就不会在缘崖上刻出一个印度人 这里他就所指 画面上的一个 落山大佛 接着他就这样说 如果印度人被认为低人一等 人们可能 不会那么热冲于讲述 达摩是怎样来到中国的 以及他怎样 和梁帝讲道的 你为传奇人物 如何在中国创立禅宗 也成为东亚第一禅师 以及他怎样帮助 中国少林子的发展 事实上 菩提达摩已经深入地 融入中国的文化 他说他是佛陀之后最受欢迎的造像人物之一 这张图 就是少林的达摩像 没错 他是印度人来的 印度的影响 是非常明显的 就算你现在看看 清代早期的 皇室的头盔 也是滲入了 来自印度的影响 同样 曼语 在不同的佛教寺庙里面 都可以看到的 而中国 亦都是一个对玉器非常之沉迷的一个国家 在清代有一种玉器 以一种精致的颜色 和薄的外壳而文明 翡翠 是中国一种奢侈品 它的风格 尤其是受到 清朝皇室所起来的 而当时的玉器的打磨方式 是从印度传过去的 接着就有另一位印度人 这样回答的 很明显 任何文明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的 但是当时 中国就没必要对印度有任何负面的看法 让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中国人一向以自己的文明为荣 他们藐视外界 他们将生活在北方部落称为匈奴人 甚至西北部落称为姜 而日本称为祸寇 但是他们对印度的态度就不同了 他们对印度就起了很多个名字 但是就没有一个是藐视的 有时就被称为新徒 新徒就是Hindu 意思就是印度教徒的王国 又或者 物国 很多历史学家 讲到这种早期的现成文化 来到中国 他们是对的 那时的印度 伏陀 繁语 和其他的经典典籍 甚至乎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知识 例如日式记录 等等也都证明了 中国人的哲学 和他们的 治国之道 都是 和印度很有渊源的 这个也都因为早期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古代中国的游客 是经常访问印度 以及他们对教育 和精神之间的联系 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 是最重要的 例证来的 而在2012年 中国国营媒体 就提到几句话 讲及 古印度的伟大 中国和印度的文明 就起源于 喜马拉雅山的西藏高原 他们持续数千年的历史变革里面 没有发生冲突 圣人将印度的古代文化 带到中国 汉朝之后 佛教对中国的统一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今 印度人如果想了解自己的文化历史 恐怕 就要去中国 获取一些的 历史的文件 去查证 好了 接着还有另一位网友 这位网友 据自己讲 就是在 阿佛大学的 商科学生 他就这样回答 在七世纪以前 中国人 更崇拜印度文化 他们派法遣和原装 去印度学习佛经 带来很多的经书 后来 中国人 就认为所有佛教 传入中国 并且 本土化 但佛教在印度就消失衰落 中国后来也成为了佛教文化的中心 更强过印度 而印度就位于南亚次大陆 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长期以来 很多人认为印度是一个小国 远不如中国 现在 没得比较 古代 更加 没得和中国比较 而且在印度 看下就好像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国家 但事实上 古印度就不是弱的 也都不输给世界超级大国 也都不世界当时的超级大国的中国 可以算得上 和中国处于同一个水平的世界强国 而从文明起源的时间来看 古印度文明就早过中国 当然 古印度文明是被 亚利安人入侵之后就烟没了 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文明相比 它是没办法比较的 但是亚利安人主导的新印度文明 也都非常发达 否则印度就不会成为 西方人眼中 遍地黄金的东方国家 也都不会引发欧洲人去寻求 通往印度的新路线 东印度和西印度的名字 正正就是西方人寻找 通往印度新路线的结果 西方人对富裕的中国真正理解 实际上要追索到明朝的 以从领土角度来看 古印度就占据了南亚次大陆 大部分的地区 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公里 压抑王朝时期的印度面积 一度达到500万平方公里 虽然古代中国土地面积 理论上往往达到数千万平方公里 但是核心能够有实际控制权的地区 大约都只是有300多万平方公里 几乎就和印度持平的 而根据可耕地的面积 印度就甚至比中国多 当然 中国是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权 比松散的印度 就强大得多 但是印度都不能够因此而被看小 因为 毛利亚王朝曾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德里苏丹国打败了印度 莫岳而帝国 亦都和清朝齐名 就人口来说 古代中国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 但是印度人口更多 有时 甚至超过中国的 在毛利亚王朝时期 印度人口 达到五千万 比当时的秦朝更加多 当然 大多数的时候 中国一直处于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 但印度和中国 在这方面 就没有太大区别的 而根据 古代世界人口的策略估计 中国古代人口在世界上的比例一直处于20-35%之间波动 而古代人口的印度 就18-30%之间波动 古代人口是财富 由于印度在农业和商业也都非常发达 印度人创造财富 不会比中国少 在古代 它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从经济角度来看 印度亦都有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 古印度正正处于欧亚经济中心之一 印度是欧亚贸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印度的黄金、胡椒、宝石、香料、棉布等等 在欧洲非常受欢迎 而西方人开辟 新航线最主要就是要获得印度的香料 这样也促使很多商人和冒险家 寻找前往印度的新航线 当然啦 当西方人发现另一条通往中国的新航线的时候 中国就很快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明朝时期 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中国 而且从军事角度来看 中国的军事实力明显强于印度 但是由于印度大部分地区是由外国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 所以他的势力并不弱 甚至连蒙古人也和印度无关 蒙古人曾经试过三次进攻印度 但都被击退 从文化角度来看 印度文化很发达 由于印度距离西亚 欧洲等地就较近 和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 正因为这样也创造出 摧残的印度文化 印度在文学、医学、宗教、技术方面非常发达 印度文化可以影响中国 以至东南亚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印度文化很发达 总体来说 印度就是被中国少信的 但作为曾经和中国齐名的世界大国 印度也不能够看小 在古代 我们不应该被低估 现在的人更加不应该低估印度 我认为这位网友不多不少 都说出一些事实 而且确印度在地理位置上 处于欧牙之间 不不不 古印度就有好几次 被外来的游牧民族所占领 经过战乱 有时也会令到整个国家 变得衰弱起来 同时 中国也都有 改朝换代 的时候 也都会令到中国变得积弱 大家在古代的时候 面对的问题都是差不多 接着又有另一位网友 相信这位网友就是 也是印度人来的 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认为 古代中国没有看低印度 古中国对古印度的文明 确实是有非常积极的印象 中国人将印度人视为 智慧和学问的老师 佛教是中国 帝国的统治者 迫依的唯一外国宗教 当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被破坏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朋友 而印度人几乎 什么都没失去 但是这些都不是全部来的 中国人 还将英国殖民地的印度 视为一个负面的例子 并相信其古老的文化 早已消逝 他这里所指古老文化 就是印度的佛国文化 智慧就说过一句说话 印度征服了中国两千年 没有派遣一名士兵 他的意思就是 佛教从内部削弱了中国 不过他认为这种说法 就是 不多正确 太过笼统了 如果他们真正了解印度的教训 他们就会确切地了解 中国近代 为什么会停滞不前 即使是现任政府的领导下 印度也都表现出非凡的适应能力 单凭强劲的GDP增长 都无法掩盖 严重社会失衡的事实 中国人在适应上 很多时都强于印度的 因为印度人 就不是那么容易 达至一个社会平衡的 很多印度人 只会记住自己 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为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而牺牲 都在所不惜 不会为了进步 或者更加平等 来到去牺牲自己 然后这位网友就引述了 这两个国家的国歌 来去解释 为什么印度人不能够 在社会上 达至一个普遍性的平衡 和缺乏牺牲精神 中国的国歌 第一句就是 把我们的血肉 捉起身的长城 印度国歌 就是 赞美巴拉特 描述 庞遮普 信德 吉古拉 和赞美印度教 佛教 奇纳教 石克教 穆斯林基督教 等等宗教 共同组成 印度文明的独特身份 和精神上 那个分别 就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 也有另一位网友 他据说 也是印度人来的 从他自己的 个人描述里面 就说他是 古代历史 和哲学研究的专家来的 他就这样回答的 古代的中国人认为 印度确实是 低人一等 但是无论 哪个认为 印度低人一等 这种都是误解 如果 有学过历史的话 就知道印度在思想上 作出过很多的贡献 印度的古代哲学家 卡纳达 就是他第一个 告诉人 当我们将物质 不停分裂 拆小 就会 令到我们发现 最小的物质 就是原子 他的出生年份不长 估计就大约在 公元前六世纪 至公元前二世纪之间 最为人熟知的就是 他在古印度繁文 里面中 所讲及 原子理论的方法 并且在 在物理和哲学的基础上 而文明 另外 数字没有零的话 是不完整的 而印度人 阿伯拉哈塔 也发现了零这个数字 不单止是这样 他也第一个 借助 香蕉皮来统计 银河系的行星数量的人 至于 英语里面 也有很多词 是来自 古印度繁语的 繁语 mata brata 亦都成为英语里面的 mother 和brata 虽然 古代印度是曾经被 很多不同的统治者 多次掠夺的国家 亦都是 在古代里面算是 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我认为这位网友也都说得非常对的就是 灵这个概念 的确是来自印度的 亦都因为有灵这个概念 人类在数学上出现颠覆性的理解 去到今时今日 可能觉得一个字 灵没什么意思 但是当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灵的话 基本上 很多数学是计不通的 至于他说到 古印度哲学家 最先提出 原子这一样东西 这一点我都是第一次听的 不过 当我查证了之后 的确是一位 这样的古印度人 曾经提出过 这种理论 不过 在公元前提出这种理论 对后世的帮助又有多大呢 不过 无论怎样都好 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 在历史长河里面 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很紧密的 虽然 我们来到目前的近代 中国和印度之间 就有 不同程度的磨擦 但是 都不会因为这样而抹杀 过去所发生过的历史的 这位印度网民 来出一个这样的问题 相信 主要的原因 都是可能是来自 两个国家 国力上的比较 但是我就认为 他不需要 妄自诽谤的 每个国家的发展路线 都不一样的 也都无需要 在意 其他人 怎样看的 最重要 就做好自己 我认为 都已经足够了 而我自己就当然希望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 大家的关系 可以改善一下 那些合作 总好过对抗的 可能 你会认为 我这个想法太天真 而我认为 保持一个良好意愿 也是好的 我不会 因为 中国和印度 目前的政治关系 而去 看少你身边的印度人 对不对 好了 今节就讲到这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